在亞洲我想大部分的人對於模特兒的印象就是要皮膚白白的 然後很甜美 很瘦很瘦 所以我在那麼多美麗的同事之間我覺得會比較難找到自己的定位 甚至是修圖好像沒有那麼修得很完美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被打擦的人 我覺得會變成今天這個現在的狀態是運動教我的事情 在訓練之後那種肌肉酸痛帶來的成就感 頭髮亂七八糟一副很狼狽的樣子跑完馬拉松之後衝過終點線 我都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又帥又美的人 現階段我大概就每天早上起來會先靜坐一小段時間然後練習呼吸法 那每個禮拜也會去做瑜伽 跑步 重量訓練 週末的時候可能去爬個山 跳有氧舞蹈 還有潛水 在這麼多的運動裡面我想要聊聊瑜伽 因為在瑜伽的練習裡 我們會專注在每一次呼吸的品質跟節奏 那專注在這些呼吸的節奏裡面的話 我覺得就是每一個活在當下 我記得大概六七年前一開始練習跑步的時候 我身邊有朋友說 你只是一時的新鮮感啦 很快就放棄了 就會重回以前那種很喜歡玩樂的王莉亞 那在我完成了第一場馬拉松的時候 我就知道運動這件事情完全不是要證明給別人看的 只要想著這件事情一開始帶給自己的美好 那就夠了 在身邊的人都很喜歡拿以前不運動的我跟現在做比較 雖然我沒有那種很厲害很嚇人的減重數字啊 那也沒有練到那種超級厲害的大型肌肉 不過我想我自己覺得我最大的改變就是內心 讓我可以輕鬆的減去原本以前幫自己鎖上的那些夾鎖 讓我跑出來的練出來的那個意志力是 一個可以讓我自己依靠的安全感 運動它沒有化妝啊或者去醫美帶來那種速成的美麗 不過我覺得一個女孩她懂得用運動這樣子的方式來寵愛自己 那種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自信心 自己說了算的美麗我覺得才是最美的 不想要拿一個規範把我自己圈起來 我只會要求自己一直要很持續不斷的練習 並且對運動這件事情保持著熱忱